在大家了解了图形变换以及Save和Restore的使用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尝试改写一下我们绘制星空的代码了 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先尝试使用Translate 也就是位移操作和Rotate 也就是旋转操作 而对于Scale呢 还有一些需要特别说明的 我们放在下一小节 为此呢 在这一小节我们暂时将StarPath这里面的路径的绘制 添加上一个长度 我们暂时把它设定成一个固定的值 好看出我们这一小节代码所实验的效果 我们将代码改写成这样 就可以来看Draw star这个函数了 那么通过上一节的学习 相信大家都了解 我们在绘制一个五角星之前 首先应该将当前的Converse的绘图上下文做一次保存 那么相应的在这个函数结束后 应该做一次恢复的操作 那么当我们有了Save和Restore以后 就可以在这之间任意的进行图形变换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对这个五角星进行一次平移操作 也就是使用Translate 并且传入参数X和Y 再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次旋转操作 那么旋转操作是旋转一个度数 在这里头呢 使用弧度值 我们就需要把传进来的这个Lotation的角度值 做一次转换 这样一来我们就使用图形变换的方法 在XY的位置对一个五角星旋转了Rotation这么多的度数 那么在之后呢 就应该进行具体的绘制了 那么在具体绘制之前呢 还可以对一些参数进行设置 那么在这里我主要设置了如下几个参数 FillStyle设置一个填充侧 StrokeStyle设置一个边框的颜色 LineVis设置一个边框的宽度 最后LineDraw 线条之间相交叠使用Round的形式 那么最后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Fill函数和Stroke函数 进行一次填充的绘制操作 进行一次描边的绘制操作 这样我们的Draw star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使用改写的函数 成功的把星空给绘制出来了 那么这个绘制星空的代码 我没有使用scale函数进行缩放 而是在star path里 在路径的绘制上增加了半径的大小 来让所有的星星是同样的大小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使用scale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这段代码是我编写的 关于scale的一个演示程序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我使用contact.linewith 来设置了线条的宽度是5 之后我绘制了三个带有边框的正方形 那么在这三个正方形 分别使用了scale11 scale22和scale33进行放大的操作 那么这三个正方形的坐标位置呢 是一致的 都是从5050开始画 他们的长和高都是20020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程序 运行出来绘制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它的真正的运行效果 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出人意料 那么现在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家首先应该可以观察出 这三个正方形确实经过了缩放操作 也就是第一个正方形是200x200的 第二个正方形是400x400的 而第三个正方形呢是600x600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scale函数似乎不仅进行了正方形大小的缩放 对于其他的一些属性也进行了改变 那么最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左上角的坐标发生了改变 大家仔细感觉一下就能看出来 第一个正方形左上角的坐标是5050 我们指定的 第二个正方形左上角的坐标是100100 第三个正方形左上角的坐标是150150 也就是说左上角的坐标也进行了缩放操作 同时大家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这三个正方形的边框的宽度也是呈现一倍两倍三倍的关系 也就是说scale操作是具有副作用的 这个副作用是不仅仅将放大图像的大小 对于图像的其他竖直属性 比如左上角的坐标 比如线条的宽度也会相应的进行放大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就要一定注意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了解了scale它有自己的特殊性 回到星空的绘制代码来 那么首先我们要想使用scale 我们把star pass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之前加上的这个半径的宽度给删去 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的所有的五角星都是从00通过图像变换函数 translate挪到适当的地方的 所以没有指定左上角的坐标 或者说左上角的坐标就是00 那么scale函数对于左上角坐标的改变不会影响我们 因为0乘以任何数 结果仍然是0 其次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在这里对每一个五角星使用了外边框 那么外边框的这个3会被scale所放大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只好放弃外边框的回质 那么我把外边框绘制相关的属性呢 同时也给删除掉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scale了 在这里我再加入一个scale 这里scale传入的参数是这个2的参数 我将它的长和宽都放大R倍 那么此时我们的这个星空的绘制就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图形变换函数 完全的绘制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看程序运行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 那么通过之前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使用图形变换的效果 尤其是缩放这个函数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那么有的时候所产生的副作用是我们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们只好放弃一些绘图的效果 或者采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绘制 那么在具体绘制的时候 到底是使用图形变换呢 还是使用我们自己编写的函数 亦或者是放弃某些特殊的效果 需要我们综合考量需求之后再做出决定 不管怎样图形变换函数 在图形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现在学完了这三个最基本的图形变换函数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尝试着实践 将这三种图形变换函数 应用到自己的图形绘制库中 相信在实践的过程中 大家会对它们有更加深刻的理解